我今天要介绍的这套书 其实是非常经典 少年读史记 那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史记 为什么是特别标注少年读史记呢 我们都知道史记的原点 其实非常艰深难懂 也就是孩子最害怕的文言文 所以我们特别请张家华老师 针对青少年的阅读 重新编写的这一套少年读史记 让他更适合孩子来阅读 我们都知道实际是司马迁的著作 他其实不只是一本历史书 他其实也是文学书 因为他最早开创用 记转体这样的书写形式 来替很多历代的帝王 霸主 将相 甚至摩世 甚至刺客做了转 孩子就会认识更多 先秦到西汉以前的人物 透过阅读他们的事迹 你也就了解说 他们在判断 在做决策的时候 那一个过程 譬如说我们都听过鸿门宴 那鸿门宴呢 其实当然我们就知道是 项羽他本来想借由鸿门宴杀了刘邦 可是后来他放过了刘邦 如果说项羽不是下这个决定 那整个历史可能必须重新改写 所以透过阅读这样的故事 我们就会了解那时候的历史日记 然后这些人物他们的内心 他当时的思考他的决策 张老师在写这套书的时候呢 其实他里面做人多的规划 因为毕竟史记距离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遥远 那怎么样去拉近孩子跟史记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们在策划这套书的时候 其实是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是有人物故事 就像我刚刚说的有非常多的传记 另外呢其实张老师他还设计了一个 三分钟读历史关键 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另外还有一个是原点精选 孩子最爱怕闻眼闻 但是呢在他们求学的过程里面 尤其是国文可能上了国中上了高中 这个其实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我们在原点精选呢 是截取跟故事人物最相关的一段 那孩子已经读过前面的人物故事以后 他再来阅读这一个 相对的他的难度就已经降低了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词语收藏 因为我们知道史记它是这样一本剧作 平常很多用的成语它就处置史记 所以后面有词语收藏 让孩子去了解这个成语的由来 甚至我们还有例句 让孩子知道 原来这个例句是可以这样用的 读了这样一道实记 其实我们孩子已经齐备了他的国学素养 然后他的文学 看司马迁怎么在形容这些人物 另外还有哲学 那这些人物怎么在思考 还有史学 还有历史 就是把一次都到位了 这套书因为写得非常适合青少年来阅读 所以他除了在台湾受欢迎以外 简体版在中国大陆呢 卖出了500万册 500万册大家可能很难想那是有什么样的概念 如果以一本书1.5公分来计算的话 那张落起来 500万册其实可以落将近50栋的101 很难想象 如果说我们想加强孩子的语文能力 文言语能力 甚至孩子想具备各方面的素养 少年读实际就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孩子来接触 我们的经典文学最好的选择 capitalist事情 这个除了 大平均素olf 大坏 요 完成